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也强调 上阵是他自己的意愿 并非受到任何人的胁迫 因为他希望能够为民奉献 提名日倒数11天 国阵新盟陆续公布了候选人 其中原任太平国会议员尼克敏确定将会转战安顺 硬碰民政党主席马秀强上演另外一场双王对决 尼克敏受访时就以不问前程及胸 但求落幕无悔来概括自己的感受 尼克敏说 马秀强也是他出道至今 遇到实力最强 最难打的对手 因为马秀强无论是在人力 物力及财力上都远远胜于他 因此要上至安顺 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也坦言 目前的赢面只有48% 但西蒙和他将会以两张牌应对 第一张就是部长牌 第二张则是换政府 此外 他也强调 一旦胜出 打算聘请经济专财为安顺制定新的经济发展大蓝图 确保不会落后于其他的城市 至于马秀强 他表示 2014年在安顺不选 只是以238张多数票胜出 所以这一次的大选绝对是场硬仗 不过他相信选民会考量到候选人的服务记录 而做出明智的选择 接着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投票日落在工作天 即新加坡一家宣布 给予旗下大满员工多一天假期回乡投票之后 脸书陆续由企业老板做出类似的宣布 让员工喜出望外 针对可能出现的请假潮问题 新加坡人力资源学会会上 陈永明就提醒雇主和员工 必须要以同理心来处理和好好沟通 而受访的企业大多表示 只要能够妥善安排 员工回乡投票 并不会影响公司的运作 另一方面 上周在网上宣布 愿意免费载送 柔福游子回乡投票的公司 TCW Transport Agency 透露 反应十分热烈 目前大多的车位都已经爆满 而柔福州移民局局长 罗海兹也表示 根据移民局的记录 平均每天有多达10万人 使用新柔长梯关卡 和马仙第二通道关卡出入境 而为了防止投票日当天出现拥堵的情况 当时将会确保两个关卡的所有通关柜台都开放 最后有余了新闻 电影挑战者一号 Ready Player One 在全球横扫了4.7亿美元票房 连带导演 史提奔 史批保 以100亿900万美元的电影总票房 成了首位创下百亿美元记录的导演 也晋升全球最卖座的导演 而这排名中 未知第二的则是魔戒系列导演 Peter Jackson 全球累计票房 高达65.2亿美元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